今天是十月七号 教会纪念玫瑰圣母 其实玫瑰圣母是从十六世纪 也就是一千五百七十一年 因为西班牙宗教国家 为了御敌 也就是说与毁教徒发生了战争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毁教徒 他们虽然跟我们的圣经也有很长的渊源 但是在他们自己不万倍的信仰之内 却出现了一种名词叫圣战 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圣战 不光是强扎敌方 其实强扎敌方 还存在着掠夺财物 甚至强执性的博多人的宗教信仰 所以宗教国家 也就是天主教的这些国家联合起来 在教宗彼越乌世带动之下 要求圈教会 哀求圣母 祈求圣母来有主这次战争 好能够保持圣洁的信仰 其实我们知道自从耶稣节的教会 一直到现在 每一个世代都有为信仰需要付出代价 所以在第15世纪的时候也是一样 在那次参列的战争时期 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 现在都是打仗的时候 不需要枪呀 帽呀 蹲呀 盔甲呀 在国去却不是这样 那真正的是 逼力量 逼武器 逼忍夺 逼智慧 在那次战役当中 我们看到教会已经处在一种劣势状态之下 所以如果要是说把西班牙这次战败了 那么横跨欧洲的其他的宗教国家呢 也会遭受不通程度的这种 破坏这是次要的 更重要的是参杀人的生命 让人被教 如果不被教呢 就要被杀死 所以真的在那个时候 面对信仰付出挑战的因素比较大 所以在那次 人们哀求圣母的时候 突然刮起了一场风 一场怪风 导致 扭转了这场战役 使宗教国家的这些人呢 因着这场风 沾了上风 他们取得了 很大的省力 所以教宗比尔乌士 在157年 感谢圣母 帮助他们 达了这次漂亮的信仰指账 把今天 把十月七号 定为胜利之母 定为胜利之母 当然随着 世代的烟化 甚至还有一些人 会或许会 错误的历解 胜利圣母 这是为搭仗 其实真的我们应该知道 事业不能够 否认的这种 战斗 在创世纪 就已经开始 预言了 并且天主 在女人 于射身上 那被称为 说是 远世福音 所述说的 那个战争 已经开始了 每一个世代 都是忧的 1517年 157年的时候 是为了维护国家 为了维护信仰 那么同样 现在 我们也是在战争 而我们这些战争 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看到现在 为青年人 不能够进入教堂 其实这是一个 不称稳的 不称稳的要求 因为我们知道 宪法当中 已经清楚地 告诉了我们 每一个公民 都有自己 信仰自由 什么叫公民呢 正确的 解释方法 自要他自己 已经注册赏户 就被称为是一个 中华人民 骨护国的公民 集成为一个 中华人民 骨护国的公民呢 就有信 与不信的自由 那么为什么 现在为成年的人 那么很鲜烈的 这是一个 很滑稽的问题 因为 他们现在不能分辨 哪一个父母 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都会把自己最好的 给予自己的孩子 当然我们知道 也有一些 规别论的 论词告诉我们 咱们打一个 这样的比方 现在孩子感冒了 需要搭转吗 需要吃药吗 现在孩子饿了 需要喝什么样 拼牌的牛奶呢 或者是需要吃什么食物呢 等到他自己 离职 通宵了才 给他搭转 输液 治病 吃奶粉 行不行呢 所以每个身为父母 都是爱自己孩子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不称文的法律 就称了信仰方面的危机 当他们自己到了二厘之年 你再让他们自己进教堂 恐怕是难上加难 所以现在 这个狮子架 这个责任呢 无形地 放在了身为父母的身上 因为我们知道 有很多的人在这方面 产生一种恐惧 哎呀 如果要是说跌了命 如果要是通报了 如果自己的孩子 不让上学了 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不去教堂 那么他们在家里边 能不能够认识信仰 认识宗教呢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看到 仍然是一个战争 为信仰而战的一个战争 既然圣母被称为是 胜利之母 我们家庭之中 首当其宠地 要诵念玫瑰经 不要认为那个玫瑰经 太单调了 太没有意义的 都是重复地去 诵念这一些 其实重复 更是让我们自己 去在圣母的态动之下 默想玫瑰经的奥极 默想耶稣嫉妒的降生 忽难和光荣复活的奥极 让我们去奋战 耶稣的九十功劳 所以作为我们每个基督徒 教会现在 把十月七号 定为玫瑰圣 因为圣教宗 如往保罗二世 在法底玛圣母的暗示之下 又重新地冲编了玫瑰经 因为国去的玫瑰经 老年人都知道是事务端 因为事务端 它的来源呢 是来源于 国去美有玫瑰经的技术 人们都是把圣用 一百五十收圣用 每次宋念完圣用以后呢 要加念圣母经 而圣母经呢 也不是完整的 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圣母经的天半段 最后呢 在欧夫说大公会议 亲定了圣母为天主之母节 最后呢 又因为 在 十七世纪是十六世纪忘记了 瘟疫蔓延 出在这种 死亡的阴影之下 所以把玫瑰经的后半段 教会通过 这些 圣哲学甲 终结出来 让我们子鸡把圣母经的后半段 编排成为我们子鸡 每天颂念的经文 圣母经是很美的经文 而在那美的经文当中 是让我们子鸡 在圣母的怠动之下呢 去默想 玫瑰经的事物端奥迹 而圣教终于 王波罗尔士 他因为 法迪玛圣母先献 并且看到 拯救这个世界 灭于战争 灭于武信 呼吁 忽视所有基督徒 都应该耸念玫瑰经 并且把 耶稣传教的奥集 又添加了光明武端 光明之后呢 也是进入 荣福的警戒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去了任性 站在约旦河 接受洗礼 融入的人群当中 又在加拿婚宴 所先的契机 检定圣体 这些呢 都形成了一个 万整的 九属奥集 所以我们今天 在庆祝玫瑰圣母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收线应该意识到 在圣母的怠动之下 我们去维护好我们自己的 信仰串承 那么每个家庭 都要以送念玫瑰经 为我们维护信仰的一个基础 如果一个家庭的父母 不送念玫瑰经 那么如何来教训自己的子女们呢 所以在那玫瑰月 以及七号玫瑰圣母呢 神父呼吁教友们 要以家庭史的送念玫瑰经 好能够让我们在 圣母的怠动之下 看到圣母帮助耶稣 完成了九十恩宠 天主将自己的恩宠 倾入在圣母身上 因为圣母 接受了天师的预报 接受了天父的恩宠 所以祂要降生的那一位 就是我们要得救的这一位 因此我们在这奥迹之中 接着圣母玛利亚的专求 使我们能够来着 圣母的儿子耶稣 也就是我们的张兄 他的姑娘和狮子架 好能够使我们自己 最终获得复活的光荣 玫瑰圣母 激励着我们每个基督徒 把我们自己的家庭 汤区 奉献给圣母 在圣母的怠动之下 不要让我们丢失自己的信仰 因为现在 就处在信仰的 威胁阶段 青年人 他们都是在忙忙碌碌的 透神的社会 为了家庭的生计 为了盼比 忙碌的 忘记了星期日 那是猪的日子 忘记了 教堂的宗教生活 年轻人被金钱牵着笔子 老年人呢 也是被现在电器花的电视网络 吸引着 让我们与救恩疏远了 与圣母疏远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 重新地去奉献 重新地去唤起我们 自己的信仰 因为有一天 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要到哪里去呢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付出 没有伯中 那么我们将来 收获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可怕的讯号 所以在这 无形百坏的时代 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 的确是不容易 的确是不容易 有金钱的教会 关于临时血液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信息 并不是十分乐观的 我们看到 复仇教区的国主教 退位了 使命也的人 都能够看得出来 那道诸教真的 没有菜 没有德 其实我们看到 自从他胜任了 诸教的职务 不管是培养修士 不管是培养圣服 不管是管理教会 不管是管理修会 哪一方面 缺乏这些圣德呢 可是他现在 却能够说出自己 无态无德 不能够适应 时代的这种幻觉 这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 信仰见证的信号 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信仰之内呢 都应该查亮自己的眼前 也正如同 李佩里诸教 离开我们中国的时候 说说的一样 真的他不愿意离开我们 在那个时候是驱逐 外寄 山府 诸教修女 那么很鲜热的把付传工作呢 就落实到 普通的教友身上了 所以我们现在 教会的未来 有教堂 有圣父吗 这要答一个问号 所以 这些平信徒的力量 需要重新的结起 付传的单子 在圣母的带动之下 去维护好我们 圣同志的信仰传递 而不要在这种讹实力 或者是说 认为的实力之下 屈服 放弃